那大家進到簡報第7頁之後呢 因為其實這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其實 以前 錄製所謂的教學影片 可能只是老師的選項之一 對不對 就是我可以選擇錄 我可以選擇不錄嗎 我比較不熟的 但是呢 現在沒辦法 這個已經變成必備技能 所以 不管你錄得好或不好 但是至少你要知道 大概要怎麼用 因為可能以後會有機會用上 不然你到時候 一慌張 像我們這一次 疫情剛開始那麼嚴重的時候 是不是大家進化數百分之百 對不對 可是如果說以後真的在發生 可能就不一樣了 因為你已經有經驗了 大家就反應可能就不會那麼 大 可是呢你必須要準備好 那我們現場這邊 我是有準備這個 綠幕 那你說一定要用這個嗎 也不一定 你也 我們後面也會分享一下 如果我不想要 用這樣的方式 其實你錄一個 就是有頭像的 其實也OK 就看 您需要用什麼樣的軟體 那我們 今天主要介紹的這個OBS呢 虛擬 他叫做虛擬攝影棚 那他最大的功能就是有 即時的 藍綠幕去備 即時藍綠幕去備的功能 因為 我們平常如果說 要做這件事情 通常就要去 電視台的那種攝影棚啊或拍電影啊 大致上才會有 這樣的 就是設備 但是現在因為軟體 還有什麼 硬體本身 都越來越便宜 所以說 其實我們 要做到這個 即時藍綠幕去備 已經變得比較簡單了 那麼我在這邊呢 有 其實去蠻多地方 就是像這個遠距教學的 這是台東的 台東的 我就 也是遠距教學 然後就直接 用這個 虛擬攝影棚 那 另外呢 現場的當然也是沒有問題 那麼 我這邊有整理一個 協作平台 協作平台 你點進去之後呢 您會看到就是 我在這邊已經把 可能未來 也許您使用這個 虛擬攝盆 會遇到的問題 好那有 我的 上課的錄影片 教學的文章 我通通把它放在上面這裡 所以 應該 如果有需要的話 你就可以來這邊 參考這樣子 那 這裡呢 我也有準備一個 虛擬攝盆的3D背景 所以 我昨天也有幫學校做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終於看到了在這裡 有沒有 最下面 點開 所以待會呢 我們的 這個 會進到 我們的 賽衣架 我剛來的時候先把賽衣架組裝起來 平常沒事在我家賽衣服 有事的時候出來外面賺錢 你用這樣簡單的就可以了 好那這個 有沒有 我們就進到這個虛擬攝盆裡面來 我們就可以進去了 嘿 所以像這個呢 我先 示範一下好了 我把它先下載下來 好 把它儲存起來 好我先放在桌面上 存起來 那 因為軟體 老師都幫你們裝好了 所以呢 您在這邊 有沒有桌面上有這個 我們今天有用了兩個軟體 一個 這個呢 Active printer 它是做數位教材用的 那這個是做我們講的錄影用的 兩個 都有 繁體中文 也有Mac 的版本 好所以Windows Mac版本都有 那你打開之後會像 這樣子 那我就在這邊 好我把它拉開一點點 那剛剛呢我的圖片 底圖已經有了 我就按著它丟進來 有沒有就有了 接著我現在需要把 我的畫面抓進去 那 我來這邊 來這邊 按一個加號 好按一個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要視訊擷取裝置 那這個呢 就會抓我的 網路攝影機 我前面有兩台 嚴格來講是三台 來 它現在抓到我前面這個 所以我這邊 就 坐下來一下 好 所以 這一台 看的叫幕後花絮 這一台 看幕後花絮 這一台 正式演出 我的一號機在這邊 所以我現在進來了 那你也可以看到裡面是不是有了 對不對 好 OK 確定 那你當然要坐哪邊 隨便你 但是呢我們 不能 只有這樣子 對不對 我們再把 這個地方 您回到 在這裡 我有幫大家準備一個雲端硬碟的 練習素材 這裡 都一樣在簡報第7頁 所以我把它打開 不好意思 我連 講桌也有自己帶來 OK 打開它之後 你就會看到了 好 這裡放大一點 來 這裡有那個透明圖檔 有沒有 這裡 點開 好 我這邊呢就有一些 像這裡 獎台 在這裡我就把它下載下來 OK 把它 儲存起來 好 現在回到外面 回到外面這裡 獎台在這邊 一樣我就按著 把它拉進來 有沒有獎台 有了 我獎台做 都有做倒影 因為這樣地板看起來比較亮一點 哈哈哈 好 那我疊進來了 所以我在這邊 大小自己調好 對不對 不能太大隻嘛 好 那這樣是不是 進去了 但是呢 我要 還要做一個去背的動作 所以我要再把這個 老師先不用擔心 我先把這個流程 亂過一次 等一下你就可以了 好 等一下 我會仔細講解一下 那我這個呢 我要把 綠幕去掉 所以在下面 這裡有個叫濾鏡 所以我點到它 好 在這裡 倒數第四個 123 4 射度鍵 我按下去 確定 它預設 就是幫我去掉 綠幕 有沒有 那當然你也有可能是藍幕 我今天也有帶藍幕 好 那我把這個拉過來一點 因為它是即時的 有沒有發現我旁邊就去掉了 對 但是我現在邊緣這邊 還有點不OK嘛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下面這邊 有 相似性 平滑度跟 建設溢出 那麼 相似性最重要 因為它就是 所謂的 綠幕跟藍幕的那個 相似程度 所以我越多 有沒有就不見了 那我再拉回來一點 所以我現在旁邊 還有一點點 那這個時候呢 我要做的是邊緣的話 就是 所謂的平滑度 我再把平滑度 往右邊拉一點 有沒有我的邊緣這邊 又減少一些了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素質 因為每個人的皮膚 還有穿的衣服 顏色不一樣 都會影響到 所以每個人的素質 會有不同 那麼 如果是建設溢出 就是調什麼 彩度 往右邊 有沒有感覺 往左邊 又恢復色彩 好所以就看你 你要哪一種 好所以像這樣我就可以 馬上做好 那我們在這裡呢 你有看到 我有一點點 這邊是不是 沒有那麼過來 如果說萬一你不能像這樣拉過來 你 真的 沒有辦法 就是這樣 有空間的話 我可以用裁切的 我會按住一個快速鍵 老師有看到我按哪個快速鍵了吧 沒有看到嗎 我在下面這裡有出現 ALT有沒有 我從這邊 往左邊右邊一拉 有沒有這個裁切 這樣就OK囉 嘿 所以他有裁切的邊 他會告訴你 變成不一樣顏色 所以這個呢 你就可以像這樣 因為有些時候 我們的木剛好沒有辦法滿板 嘿 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 準備上課啦 哈哈哈 有沒有 這樣就OK啦 所以呢 我如果按下右下角這裡 右下角這邊 串流就是直播 然後呢 錄影 在這邊 所以我按下去 好現在呢 他就開始幫我做錄影的動作 那至於老師你要什麼樣的教材出現在後面 你都可以自己決定 所以跟我們你剛剛看到 現場的 跟 虛擬攝影盆 處理過的 是不是有點不一樣 對吧 所以我們剛剛就在講 就是說 因為現在就是軟體 變得 相對 簡單 而且這是免費的嘛 那硬體呢 也 夠強大 所以你要做這一塊 就會變得比較容易 當然老師還是要注意一下 動作快的時候 會怎樣 會有點殘癮喔 哈哈哈 因為你會看到那個綠色的 一點點 跟電腦效能 網路速度是有關係的 嘿 老師你一定要這麼認真看嗎 我會害羞呢 哈哈哈 有啦 其實會有一點點 如果動得比較快的時候 他會有一點點綠綠的 有沒有 有一點殘癮啊 你們用遠距的看 應該會更明顯 所以 如果好了就停止 那這個時候呢 他就錄下來了 你看我把 這個顯示錄影給老師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這一個檔案的 那麼播的時候他就只錄中間這個內容而已 有沒有 他只錄中間就是我們現在中間出現的這一塊 這一塊這樣子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我們現在用OBS來做一個 就是 等於說 你的場景 可以變得怎麼樣 比較不一樣 而且呢 現在 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老師之前 可能剛開始 會聽到 用遠距的視訊會用Room對不對 那後來因為有資安的問題嘛 說不能用 所以 包括現在Google Meet 他有那種背景模糊 的功能 那我們現在OBS 本身也有一個功能就是 如果 你 不想要 你們 你們家的 那個 場景 被人家看到 我可以把 OBS做好的這個 當作是你的視訊 也就是你多了一台虛擬攝影機 你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 叫 取動虛擬攝影機 我如果啟動 我把它啟動 我回到剛剛這邊 我們這邊現在是不是在 在做 廣播對不對 你看我先把它關掉喔 你會暫時看不到沒關係 好 我先把它關掉 沒有分享了 我現在先回到 我的 看一下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其實你剛剛看到的這個虛擬攝影盆 它會變成是你的 網路攝影機 也就是你出去的 變成是看到這樣子 而不是單純的像右下角這個 這樣你大概了解 意思喔 也就是它可以把 OBS跨逐到 網路攝影機這一塊 這樣叫做虛擬攝影機 因為 你 所看到的是虛擬合成的 結果但是它是當作是一個 攝影機的鏡頭 這樣子 好 這樣老師我 簡單demo到這邊 這樣OK嗎 那麼現在就麻煩老師跟著我 一步一步來做看看喔 您先把這個軟體先打開 在桌面上 您先找到一個黑黑的 OBS Studio